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星星猴 今天咱们继续神头鲍博 双重麻烦的还是游戏的这个绿色鲍博 那以绿色鲍博为主题 咱们继续跟老A哥探索 雪地关的秘密任务 那么在雪天究竟被埋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那一起跟老A哥共同进退 老A哥这里说一下 他是神头鲍博初代的重要人物 是他把鲍博从监狱中救出 但最初的话 咱们都以为他是一个反派 其实他应该是属于卧底的这么一类的角色 在二十代的秘密任务 老A哥强势回归 那当我们帮助老A哥完成他的 全部系列的秘密任务 就会奖励一套跟他一样的特工装备 那这一关的话是睡觉关的 鲍博在经历一段的体力消耗 如果你消耗的更快 他进入睡觉的时间也就更快 所以说在他睡到之前 咱们需要马上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 因为这个地方 他会可以看到中间有很多人在滑雪 那这些滑雪的人呢 如果撞到鲍博 那一定会把鲍博撞飞的 如果你用这个机器把他们消掉也是可以的 但其实完全没必要 因为正常咱们玩的话 没有睡觉关 咱们也是很快就可以打到对面 那这一关咱们需要快准狠 千万不要拖延 那拖延第一的话鲍博需要睡觉 第二呢 拖延容易导致咱们在中间被撞掉 那现在咱们换上伪装 变身这个老奶奶 是为了躲避监控器探头的扫描 现在却拿上钥匙 把上方的监控器关掉 那刚才还是比较的惊险的 差一点就被看到了 这个时候我推荐你去睡觉 不推荐你直接出来 有可能你在马路中间就 呼呼大睡啊 那这样的话 当你醒来前方这个滑雪的人 肯定会再出现了 直接就把你撞飞了 醒了以后 又不要利用他的这个加速直接跑掉啊 能用就用 如果用不上的话 一定要等到安全位置 咱们再走 等着光头上来 咱们马上下来啊 最终物品在这儿 那秘密任务关卡 如果不全拿到的话 其实是没问题的 主要的物品是最终物品 如果你没有去拿到 他也这个关卡 也没有什么设定 三千通关的这种设定啊 就是说可能会少给你一部分这个钱 但如果刷钱的话 我之前也推出过一个系列 是专门对应神头暴宝2去刷金币的这么一个关卡 好第八关也有秘密任务 那并不是每一关 他都有这个秘密任务的 秘密任务的话 它是一个粉红色的图标 除了这个的话 其他还是常态关卡 那神头暴宝2代没有中文 还是一个比较可惜的 好 这里的话咱们换伪装 但你发现根本进不去啊 我不知道咱们用这个机器 把这个人消掉 隔着门的话 给他消掉的话 会不会永远也进不去了呢 需要撞门 马上换上装备啊 这一关的常态打法也是这样 那整体的话是利用撞门来引诱其他的保安 很明显 既然没有打喷铁 没有睡觉 没有救狗 也没有踢球 那自然的话是倒走关的 一共就是这么五六个的模式 这的话需要去打开这个机器 让机器发出声音 那正常来说 如果都是关门 这个机器离谁更近 那谁就会去来观测这个机器 那如果是上面这个代锁的门打开以后 如果你机器响了 那因为是开门的原因 那虽然他这个距离的位置是比较远的 但如果开门的话 那么会首先让他去探查 那这里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咱们快跑 利用跑步的这么一个声音 来把这个保安给他引过来 第二种方法呢 是利用钥匙把门打开 然后把机器给他弄响 让上面这个老哥进到里边呢 慢慢的往后退 千万不要刮蹭到他 好 按开机器 咱们猫在墙后 虽然这个猫子的姿势看起来是反的 但因为咱们是倒走啊 所以说这个姿势是完全正确的 那神通话国系列 我个人完全给说是五星家评价呀 两部游戏整体就是非常不错的 那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